奔跑吧龙舟靠岸,陈鹤准备下船,有人注意邓超这个小细节吗?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,奔跑吧这一季开始整体风格越来越正能量了,第一期联合国英文演讲,鼓励孩子们要好好学英语,第二期雪地挑战紧跟冬奥会的脚步,尤其是推广龙舟运动的第三期龙舟挑战赛,简直是充满泪点。 然道报,其中baby和邓超煽情落泪的画面感染了很多小伙伴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这一期节目中,跑男团联合张国伟、慧若琪、苏炳天、五大镜四位世界冠军,以及麻省理工学霸和游军,接受了最艰难的龙舟比赛挑战,所有人都是画龙舟的门外汉。 在面对巨大的压力和考验时,老邓头邓超再次扛起了自己队长的责任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在龙舟练戏中,baby初次尝试担任舵手,却多次出现方向失控,让大火都开始焦躁起来,尤其是李晨,多次大喊,为什么传老是打转。 此时是超哥站出来平复大家的情绪,同时为baby说话,大家不要埋怨,我们需要给baby一个适应的过程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在龙舟出现重心偏移,龙舟进水,差点要在一次翻船的时候,又是超哥沉住冷静的不停喊话,别慌!别慌! 在比赛中,大家精疲力尽,尤其是陈鹤出现消极情绪的时候,又是超哥站出来,用心鼓励每一个队友,陈鹤加油! 李晨加油! 印度工作坊加油!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不过,还有一个细节有些人没注意到。 在第二天练习结束,龙舟靠岸,所有人都累爬,累成狗的陈鹤准备第一个下船,教练提醒大家慢一点,船还没停稳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 这时候,同样疲惫的邓超第一个从船里爬到岸上,紧接助他跪在地上,用双手把船扒住,紧靠住岸边,保证大家能安全下船,同时提醒大家,注意手别夹在里面,看完真的好暖心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 作为跑男队长,邓超不仅要调节活跃气氛,关键时候更要他站出来主持大局 而这一期,超人邓超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他不愧是跑男的队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